那我請教一下江醫師 我這幾天特別追蹤 臺灣有一個新增的案例 是一家三口去義大利玩 然後他們家小兒子沒有去義大利玩 但是四個都確診 可是第三個小兒子 他疾管局的專家說 他沒有任何症狀 然後他年紀也比較小 然後他也比較晚確認 因為他們後來是採了檢體之後 發現他的檢體有所反應 可是他個人沒有任何身體的症狀的反應 所以外界都認為在臺灣 這也算是某種程度的家庭內的人傳人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這個小孩子 這一個第四個年紀比較小的小兒子 他事實上也有可能是我們定義的 這種無症狀的傳染者 這個看到這個case 坦白講我是蠻擔心的 因為像這樣子無症狀傳染者 他會給整個防疫系統 帶來太大的壓力 你可以進入一個階段 叫做草木皆兵 對啊 你想想看 當初公會史上第一個超級傳播者 那個傷害瑪麗 他怎麼搞53個人被他傳染 因為他是個廚師 你知道嗎 就他所到之處就有人得到傷害 那最後在公會教材才發現說 原來是他從頭到尾沒症狀 他也沒拉肚子 他也沒發燒 可是他就是給你帶來所有的疾病 那現在這個情況逐漸的出現 這樣的個案 這個當然也有可能是什麼 這個病毒正在演變中 他變得更狡猾 他曉得說他要自己延續他的種族生命 他不需要把人家搞死 他現在搞得沒有症狀的可以幫他傳播 就像B型肝炎 他比較不喜歡害死女生 他害死男生 因為女生可以幫他垂直傳染 真的喔 對 所以B型肝炎對女孩子的死亡率低很多 可是男生死亡率就高很多 所以B型肝病毒這麼賊喔 對 因為他覺得男孩子沒有價值啊 只有女孩子會幫他傳播啊 所以他現在他自己的演化 就會形成一套策略 來幫他有助於他的傳播 那這樣子來講 我們就進入一個 你不知道怎麼防守 對不對 你說那個鑽石公主號下來的人 到處放 那即使你搞清楚哪些人有症狀 哪些人後來發燒 你說把那幾個點在做加強的處理 加強隔離 可是你根本搞不清楚哪些人根本沒有症狀 那在臺灣趴趴走的時候 他也在傳染 這個東西真的是 我坦白講 要是我陳時中 我頭沒那麼小 那你怎麼看 現在美國進場 可是中國顯然還在引力疫情 而且他抗拒 他抗拒到川普下令查病毒 然後美國的衛福部長 我稍晚會不會斷 他直接說中國 我們已經給他一個月時間 我們要拍各種專家 包含傳染病的專家 防疫的專家 病毒的專家 進去協助管理 或者釐清這個病毒 但是中國通通都拒絕 我跟你講 你越拒絕人家越擔心 越懷疑 對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中間本來就出現很多疑點 到現在沒有人可以講清楚 為什麼你前幾個個案 根本沒有去過華南海鮮市場 你就發病了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大陸第一時間 他就採集了所有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 做病毒的定序 然後定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動物發現跟病人身上的病毒是一樣的 所以你硬要賴給這些動物 其實現在是有點困難 而且你現在這個東西一樣的很難假照 你知道嗎 你現在譬如說你去跟人家講說 我確定是哪一隻穿山甲 那結果人家各國專家就去你附近找穿山甲來驗發現沒有一隻有 對 那你穿山甲的病毒哪裡來的 對不對 如果野地裡面穿山甲都沒有 跟偏幅接觸穿山甲也都沒有 那請問你的穿山甲是怎麼得病的 會不會是從實驗室露出來 從人傳給穿山甲 穿山甲再傳給另外一個人 所以這個東西的確在國際間學界都所有人都一大堆Question Mark 那一大堆Question Mark的時候 人家就懷疑說你躲躲商場你在幹嘛 對不對 你是不是有一些講不出口的痛苦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